結構就是KeyValue 那你要怎麼知道KeyValue的架構 基本上你可以到那個我這邊有個範例 一樣是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開放資料 那我就要裡面找一下 因為他其實Json的相關資料好像不是很多啦 那我是找那個什麼呢 找其實也可以從旁邊有沒有 他這邊旁邊有一個是 透過那個旁邊有一個是資料類型 有一類就是Json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Json裡面找一下 那我就看一下哪一些可能我覺得好像比較適合當範圍 當然不是只有我剛剛講這個啦 你可以找其他的 他也不多啦 大概好像只有八個還是幾個而已吧 就這麼多 裡面好像比較有用的就是比如說 你要知道今天哪裡有施工有沒有也可以啊 這邊而且他有提供那個Excel檔案 還有什麼贊名 不過有些其他好像不是那麼實用 有一些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其中我是覺得像公園景點好了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到底那個台北市有多少公園 那公園裡面呢 有多少著名的景點 那如果說 假如說我要整個旅遊一遍好了 那我可以假設他已經幫我已經做好 那我當然需要這個資料 那首先第一個你把它點擊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請你查看一下 他當然有一些說明 裡面會跟你講說主要欄位 有沒有欄位裡面有這幾個 123456個 而且他還有圖片喔 不過圖片的話你可能就是要 另外再把它顯示出來 一般是把它下載下來 再把它 顯示在一個view上面 不過因為python這部分我們可能 時間來不及講 所以理論上是可以把它下載 也可以把它秀出來 那還有一個景點介紹 那有這麼多欄位啦 不過我如果只是想要顯示其中幾個欄位 因為太多了可能顯示會 假設我只要顯示其中的什麼經典名稱 還有什麼呢 他的 經典的 公園名稱跟經典名稱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他的什麼呢 經典的介紹還有開放資料 大概四個欄位就夠了 其他我想我就不顯示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裡面 你可以點選什麼 一樣預覽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這裡面的一些一個 一個資料 不過這個預覽好像有問題 我們大概知道utf8 另外的話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他是一個json檔 有沒有發現 他副檔名就是 json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 server都提供這個json檔 而且 還可以 如果你要提供json 你也可以自己輸出啦 不過這個可能又是另外一部分 就是php server也可以直接輸出 然後jsp的server 那裡面的結構你可以按右鍵 一樣可以用那個notepad++ 大家看一下 他的結構呢 一定有把它 檢視裡面有一個自動換行 因為好像預設不會換行 你把它檢視 notepad++ 裡面可以換好 他的結構一定是一個什麼呢 外面一定是個中瓜糊 進來一定是個大瓜糊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等於是一個物件啦 你會發現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表示說 頭跟尾就是一筆 一筆記錄啦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要寫到資料庫的話 這個就是欄位名稱 這個 那在那個json裡面這個叫key key的話基本上有點就是欄位名稱 value的話就是它裡面的值 所以key value key value 所以有沒有 中間一定加豆點 一個key一個value 這種結構 未來在那個資料庫裡面呢 會慢慢變成主流 因為現在有nosecal資料庫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沒有欄位式的資料庫 那他裡面的結構一定就是key value 像什麼file base 裡面就是放什麼key value 那dictionary 我們前面講過的那個 結構也是dictionary 也是那個key value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直覺可以想到 第一個我如何把它下載 下載很簡單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所以上面第1行 跟第2行的那個encoding 可能要改成youtube 不能cp90 第3個的話呢 再來想怎麼樣 把下載下來的東西 解析成為什麼 dictionary 解析成dictionary 前面我們也有提過啦 字串變成dictionary 有一個 函數 叫evo evo evo 可以怎麼樣 幫我把字串變成dictionary 那只要放在dictionary裡面呢 那我們一樣可以透過key跟value 把key 這個key裡面的東西 後面的value幫我抓出來 你可以把它塞到你要塞的地方上面 所以基本上 大概結構是這樣子 先把這個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它抓下來的方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假設我們在雲端上 其實我程式 都有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可以 可以可能稍微找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假設我希望顯示的結果 畫面 是希望一個公園景點 公園景點 裡面當然原來的 你可以從什麼 原來的資料呢 可能是 在那個 Notepad plus price 裡面 那你如果說要把什麼 把這個東西搬 搬進來 然後 228公園 後面有個什麼 急功耗毅房 他什麼時候 幾乎都64小時開放 一個圖檔 另外有個簡介 不過這個簡介 因為 一般人好像也不是特別知道 228裡面有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 去了很多次 可是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顯示出來的結果就長這樣子 一個公園簡介 公園景點 所以呢我希望 幫我顯示的就是一個公園 然後把這筆 公園的名稱 放進來 然後後面呢 就串什麼呢 他那個景點 所以 公園景點 就放一起 前面這個是一個 敘述 後面是把那個 傑森檔 的 Value Value對應到這個key 把它抓過來放 然後 經典名稱 後面再抓一個 就是你的 開放時間 放在後面 類似像這樣 一筆記錄之後 再換行 也許這邊換行 換行之後再換下一個 那做法上 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 我有把最後的那個程式 也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裡面大概 比較重要 來看一下 基本上 程式真的 沒有起航 那大部分呢 跟前面都差不多 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大概run一下給各位看 run出來結果就像這樣子 那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第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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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前面一樣 差別只有 那個編碼方式 當然如果說你不知道編碼方式的話 大概 大概就兩種 所以基本上不是UT58 那應該就是CP950 其實還蠻好 蠻好認得 應該也就沒有 理論上比較少遇到 其他的狀況 好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個東西print了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 底下的東西 假如我先不執行 一樣我的習慣會先怎麼樣 先把它抓下來 print了出去 所以我會把這個物件裡面的 HTML 就是他裡面的HTML的屬性 把裡面的文字呢 全部幫我print 先把他print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print出來的結果 他就會是長這樣子 其實就是跟那個什麼呢 跟剛剛 Nordepay++ 裡面看到的東西一樣 那問題是這個東西 我假設啦 如果我 假設我把它當字串來處理 其實也可以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只是非常麻煩 像以前用Java啦 用VBA 有時候就也可以用 找什麼 找這個嘛 然後在後面幾個字就可以找到這裡面 不過 似乎也不是好方法 那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呢 剛好那個Python裡面 他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這堂先把它處理掉 假設我知道print了出來的結果 那再來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把這裡面的東西 分別把它做解析的話 那我可以 透過上個禮拜 提過有一個叫evo 這個 這個函數的 功能 主要就是說呢 你可以提供一個字串 他會幫你轉換成 Dictionary 就是字典檔 那如果轉成字典檔就好處理了 因為字典檔它的結構也是key value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呢 一個key 有沒有 抓到它的value ok 那如果說 因為這個可能有些同學對Dictionary 比較不熟啦 我是建議你乾脆射中斷點 去 看一下裡面的差異 那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東西字串 丟到這邊它變成一個 一個字典檔 這個還蠻方便 我覺得Python這個地方算是最厲害的 它可以馬上變成一個字典檔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跑一個回圈 逐一個輸出 那我這邊多一個n等於1啦 因為它輸出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它的第一筆記錄 看一下 為什麼n等於1 我把它設個中斷點給各位看一下 那比如說有些細節假如說你對那個字典檔比較不熟 我是建議你可以 一樣設個中斷點 然後呢 利用除錯模式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地方的話我們就把這個稍微視窗拉一下 然後上面就是它的相關變數 變數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假設有些細節假如不是很清楚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邊 比如說像 我們轉換 按下一行 那你會發現 這個這個時候呢 它會幫你把 這個裡面本來是自串 丟到這個 JacksonData的變數裡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JacksonData裡面 它裡面的結構是怎麼樣 那你會發現 這裡面的話呢 它就跟你講說 我幫你解析了 那解析之後的話 它告訴你說是一個list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雖然顯示list啦 不過呢 它基本上結構呢 也是一個 Dictionary的架構 就是會幫你把裡面的東西對應到 那再來的話呢 我這邊看一下 1 n等於1 然後 我們往下找 為什麼n等於1 我底下會用到n嗎 看一下n 所以這個後面好像沒有用到 這行是不是等於多出來的 這行是不是本來是主行 主個 OK 第一個的話我就把什麼 Jackson裡面的第一個資料 放在park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park裡面 就把第一筆記錄幫我抓出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在 這個Jackson裡面 我可以 就把第一個資料抓出來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抓出來的資料 因為它裡面放的是一個Jackson的格式 有個key value架構 所以你會發現顯示出來的話 就會是 有沒有前面跟你講說你的形態現在是 Dictionary 字典 然後呢 他一定有個key 一個value 如果說我要把第一個key抓出來 第一個key後面的東西 value抓出來的話 那寫法 你就是可以用這種寫法 park park指的是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park name 那就把 228公元 的結果放在前面的park name裡面 那等於一個 撈一個 撈一個 裡面總共我需要撈 四個東西 包含就是說呢 他的公園名稱 跟他的 景點名稱 還有一個是他的簡介 所以撈過來之後放在這邊 Open time 撈到這邊 最後的話呢 再利用什麼 利用print 我把這個print 然後面一樣用format的 方法 就是前面是格式 公園景點 冒號 有沒有 然後兩個 兩個 大瓜湖表示 第一個是 把那個park name 公園名稱 第二個是他的 景點名稱加進來 那這個反斜線 是換行 然後再一個 簡介 再把簡介放進來 那再換行 再開放時間 再換行 OK 那這個 format的後面呢 就把 四個變數 放在這邊 他就一個一個 幫我把它輸出 所以 我這邊的話 把它切回來 停止掉 OK 然後看一下結果 那你會發現 執行的結果 就是一個一個 幫我切割之後呢 並且幫我把它顯示在 這個畫面上面 Consol裡面 OK 那他會delay一下 因為這個資料 其實還蠻多的 從這邊到這邊 你會把一個 然後就是 把第一個 第二個資料 然後簡介把簡介放過來 開放資料把開放資料放過來 那就可以輸出我們要的結果 當然 一樣的 你也可以把 這個資料下載之後呢 一樣可以建一個 那個 SQLite的data 然後一樣可以把它 再綁這些 可能四個資料 丟到那個 我們SQLite資料庫裡面 儲存起來 請各位 稍微試一下好了 那除了這兩個範例之外 其實 那個 我們書裡面也有一個 PM2.5的範例 不過 如果你拿那個範例來run 你會發現run不出來 因為他程式 不知道是有bug 還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覺得可能原因是因為 那個PM2.5官方的open data 他把它改了 所以你一亂發現 挂掉 所以後來我變成我要幫他debug 那還有呢 那個PM2.5官方網站 真的慢到不行 有時候你一直行 你以為程式是壞掉還是盪掉 其實不是 是因為 他在撈資料的時候有沒有 他撈很久 我自己把他下載 發現好慢 好慢 所以等一下 那個如果有比較慢 顯示的話 那是正常的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把那個 抓取那個 台北市政府 的 這個公園景點的 這個部分的 傑森檔 試著做做看 那往後如果說呢 只要開放資料 是 是CSV 或者是傑森 我想你要抓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其實架構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大概就是把 這兩個範例 當成一個範本 以後 那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 除了 剛剛講的這兩個開放資料之外 我是建議你也可以 去試試看 把同樣的 程式改一下 看看能不能抓到其他的 如果其他也都抓得到 那以後你要抓什麼事 就不是問題 OK 那就抓資料 這兩個我想 開放資料 以後 只要網路上有提供開放資料的 那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應用 抓下來之後呢 你要做後續 把它做 分析啦 輸出到 其他的 這個平台 我想就不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請各位試一下 決勝的部分